下面是一組中共病毒疫情簡訊 臺灣週日報告新增206例中共病毒本土感染 週六提高了在首府臺北及周邊城市的 中共病毒警報水平 開始實施為期兩週的限制措施 關閉電影院和娛樂場所 室內聚會限制為5人 室外10人 首次在戶外要求戴口罩 鼓勵在家上班和學習 政府下令關閉酒吧 夜總會等類似場所 新增感染大量出現後 許多居民湧向超市 儲存衛生紙和方便面等適用品和食品 一些貨價被搶空 蔡英文總統及團隊 隨後呼籲人們避免恐慌性購買 並保證臺灣有足夠的抗疫物資 民用物品和原材料供應 印度週日收到第二批俄羅斯的衛星5疫苗 印度本是世界最大的疫苗生產國 但由於目前本國的巨大需求導致庫存不足 衛星5是兩劑疫苗 據報告預防有效率為91.6% 印度週日新增病例超過31萬4千多人死亡 中共病毒瘟疫在印度的爆發 蔓延到鄰國尼泊爾 目前尼泊爾面臨病床醫療用品和氧氣短缺 尼泊爾於週六報告新增感染8,046人 累計感染近45萬4,856人死亡 首都加德滿都醫院的病床已滿 病患只能在地板上 醫院走廊 甚至醫院外面接受治療 等待床位 由於氧氣短缺 醫院無法再接納更多患者 謝謝大家 我想請請不要緊 谢谢大家